那些女方新娘都不敢問朋友 全部都是KTV找回來 預料給你非禮的算數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心想起一句 早兩年前聽過的說話 就是出來做伴兩義給人非禮 不知道怎麼計算 不是真的嗎 怎麼搞的 那些兄弟是奉旨非禮的 沒有說奉旨的 玩起來就會有 他們玩得瘋 就像MJ說實在 好玩一點 好玩的 我做兄弟 他這麼久是不是瘋了 我每次都做強國人的兄弟 還有國內的結婚 我不知道上幾集會說過很奇怪 通常我們香港的結婚 就八點鐘開始 八點入席 四點鐘 晚上八點 國內就是下午 下午就開始 下午就可能朋友 親戚同事 晚上就很至親 家人再吃一頓飯 可能不只擺一天 但如果國內有說法 尤其是湖北湖南 其他地方不只 聽過真人真事 二分 第二次結婚 就不會擺一天 只是擺一夜 因為他們說見不得光 會有些奇怪的 三分呢 四分呢 三分也不知道 六分是甚麼 六分是早上 離婚呢 離婚呢 離婚都要擺一幕 可能又找些姐妹給人家玩 對 對 好啊 做的兄弟真的虧了 如果說強國的女生 都 我想都有很多話說 我知道法琪應該也有很多話說 我知道Vin也有很多很感觸的經歷 那些很感觸的經歷 我們留待遲一點再說 我們現在又說說其他事情 我們去到這個時候 一定是我們的王牌環節 就是移民的環節 又去到小弟的 這次移民程度 這次回到一些熟悉的國家 話說小弟就近這兩個月前 成功續到這個BNO 其實你當時有BNO要續的 應該拿一本舊BNO去續 應該最簡單 未必近年多人知道 以前BNO 大家當作是旅遊的證件 過了期之後 九七到現在都很多年 那些人就沒有續 包括小弟在內 沒有續期 以為沒有續期就不行 其實沒有續期之後 你可以拿回BNO的相關資料 去續回本身 那我成功做了 發現其實自己真的 沒有背負到當時的宗主國 我除了現在熱愛中國之外 我都熱愛另一個國家 英國 一說到英國 香港人都熟悉 應超 應超一來 而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 建築物擺設 都跟英國相關 例如之前有一輪說 油箱 英治時代的油桶 維修 油證局 以前回歸的時候 說這些油桶 還很實用 不會回收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擺設 現在不知為何 當時不察覺 到我們現在發現 現在油桶是綠色的 英治時代是紅色的 看一看一看 就覺得紅色的那個很漂亮 我現在沒有跟進這個新聞 有一陣子 油證局封了它 就說維修 因為太多都封了它 被人懷疑 它是否殺了油桶 就不讓它繼續存在 那些人馬上出來吵 你是不是想不要油桶 沒有油 立即找一條片 很厲害的 找一條片說 你那時候說過不會 無緣無故回收油桶 什麼事啊 他有沒有回收 他不是說 壞了 爛了 油桶 突然間十幾個突然壞 我相信現在 經過這樣的人 跟進之後應該會好 但是從這件事件 可以看得出 香港人的所謂 戀英情義傑 都還在 那一定有戀英情義傑 每個星期六都喜歡 是英超 大家不用說 一個近期的 我們自小學識 三權分立 這個是英國的社會教導我們 和特首的地位超然 強國的地位超然 是另外兩件事 大家會亂上哪一邊的 那邊多些 大家心想想 是 所以英國 大家香港人都很想去 包括我們以前的教育制度 法律制度 現在好像香港有些法律事件 如果有些什麼爭議 都是拿回去英國那邊 就給別人 一些大法官去 我現在一定是中心發言 不是的 他們都會拿去給英國大法官去講解一下 所以今集就講一下移民英國 好 很多人問我多少錢 你們猜移民英國多少錢 我想移民英國 我想一千萬都不用 港幣 一千萬港幣 一千萬港幣 其實當年我看文件 原來當年差少少有英權 即是談不妥的 談不妥的 如果投資移民是二百萬英鎊 二百萬英鎊 二百萬英鎊 二千多萬 二千多萬 現在英鎊跌到百萬 都二千萬 但香港是可以的 很多生意人 所以可以用企業家移民 即是做生意移民 即是 隨便開間 澳洲牛奶公司都可以說是企業家 就可以移民 你可以這樣說 但首先你要前期你是澳洲牛奶公司的老闆 你無端端竟然是一個Nobody 你是一個常常開強國的普通出差員 然後就說 我要去開澳洲牛奶公司 他不會相信你 他就知道你是移民 那你隨便在香港 先註冊一個叫MJ美食 賣魚蛋 燒賣 然後之後 我是MJ小食的 美食的老闆 我要去英國開MJ美食 這樣可以嗎 理論上是可以的 首先你是這間公司的歷史 這間公司原來有 有兩天的歷史 現在是16年 原來已經開了10年 你是這間公司的老闆 已經有10年的老闆經驗 然後有報稅 有營業額 這個MJ燒賣 現在香港的租這麼貴 其實香港的生意人是可以的 通常要應付租賣 那門檻會降低到多少 20萬英鎊 開一間MJ公司 MJ老闆過去開一間MJ公司 難不是難在後期 難在前期他認可 你真的是一個老闆 你這個生意在我這裡也有一層 刺激我這裡 燒賣 燒賣也有一層 所以很難說 看看不同的生意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英國的冷知識 都不是很冷 英國大家都熟 英國全名是什麼 大不利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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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除了脫歐之前 有一輪是蘇格蘭獨立的 由幾個島組成 英倫三島 英超也是 有蘇格蘭球員 有愛爾蘭球員 有北愛爾蘭球員 有威爾斯球員 這一堆東西都是屬於英倫三島 但除了愛爾蘭之外 愛爾蘭是獨立的國家 但其他那群 威爾斯、蘇格蘭這些 全部都是屬於英國 英格蘭就是英國的島嶼 威爾斯又威爾斯一個屬地 即是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對世界影響是深的 例如說除了香港之外 很多地方都曾經在大英帝國統治之下 例如加拿大、澳洲 或者一些比較冷門的阿羅阿圖 直布羅圖 阿拉、馬來西亞 很多都是屬於英聯邦運動會 都是厲害的 還有你有時會見到很多店舖 例如我早兩天見到Icefire 一些時裝的店舖 都會用英國國旗來做時裝 你很少見到他拿其他國旗來做 米志旗 是的 荷蘭國旗 你很少會見到他這樣做 OK 他是由維多利亞時期 已經到現在所謂英倫風範 不過現在香港就開始 好像脫了少少英倫風範 開始向日韓那邊多些 那些飲食呢 飲食文化 或者住在那裏定居 會不會說 不過香港都被英國統治了這麼多年 在檢查之前應該都不會說差太遠 飲食文化 但聽說 句句那些炸魚肖薯條 出名難吃的 不是喔 OK的 這樣說 香港人嘴釣的 難吃的定義 不是太好吃 因為香港是很好吃 我在香港吃過Fish and Chip 我在英國沒有吃過 在加拿大吃過Fish and Chip 香港的真的很好吃都很重要 香港大部份的人來香港都說 在香港不好吃的已經淘汰了 來得香港的 本身可能來三間 這三間已經是五米猛龍五過江 英國最好吃的三間國 會不會後面有菜單的改良 再有 迎合香港人口味 說說Fish and Chip 其實薯仔是他們主要的食物 主食 就是我們的飯麵 他們就是吃薯仔 在1586年 那時候 因為薯仔很適合英國的土壤 當年他們種很多不同的食物 除了薯仔成為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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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 是比香港便宜 大概一磅 可以買到一大袋 每個人都買的 好像我們買飯一樣 哦 即是他們沒有電飯煲為煮薯仔 人家沒有用電飯煲 人家煮 我知道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適合去高級茶 適合去高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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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層的 這個便是英式下午茶 通常是三層塔 這三層塔便是英式下午茶 但香港的半島酒店下午茶 通常是三層不同的食物 但其實人家有講究 第一層是一個鹹的三文治 第二層是放一些餅 第三層是放一些甜點 可能是一些果撻 蛋糕水果 是一個三層塔 接著配到英式下午茶 那些叫做afternoon tea 英式下午茶 因為不會叫high tea 叫afternoon tea 我們叫high tea high tea 據我了解 略之一略之一二 是英國的低下階層 吃的那些叫high tea 如果真的有少少地位 或有少少生活 就那些叫afternoon tea 裡面吃的東西是不同的 香港半島酒店下午茶 應該有多少錢位 我沒有錢吃 你不肯定有錢在下面 八奇你吃開 不是阿Win你吃開 你吃開多少錢位 你和你女朋友 三百元吧 我都沒有吃過 我喜歡吃燒賣 所以想吃MJ燒賣 我會喝茶樓這些 當地我聽過一些移民客人說 18磅一位 這樣也不貴 已經偏貴 有些便宜的 無限添食 不是 就是一個三層 便宜的就八個多 即九 便宜的三層價也沒有 但英國天氣會不會很差呢 無刀嘛 我聽過就是 經常見不到太陽 你那個是北京而已 當然不及北京差 會下雨 我們看英超都知道 即是會偶爾下雨 但不至於全日下雨 其中一個吸引人的地方 是有很多草地 很多人在星期日 或者不是星期日 總之是雨下的時間 會去草地 他有一個地方 譬如我們想像一下 中環 中環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可能有一半的地方 還有最中間的地方 都是草地 那些人會去草地休息 有點像是天馬公園 在休息的其中 那些人都會帶著傘 就是防止它間中會下雨 但那些雨通常就不是很密 有時看英超也是 可能是十分鐘的雨 五分鐘的雨 之後就變回太陽 一個球賽可能都四季 那這裡 講開英超 英超 我都問我的客人朋友 我也想看英超 我打算今年去 有什麼方法買到英超的波費 加入這個球會VIP 多錢過一年 好像是十磅 不止 看不同的球隊 曼聯是最貴的 三十二磅一年 才可以買到 先成為會員 然後有權利買票 當然那些很受歡迎的球賽 有一萬個會員都說想買 只有一百個位 有沒有機會買到 你就自己看 要按 但你不是會員 直接不用買 在制度之下 但有些細球隊 譬如曼聯作客搬來 你可以去細球會的官網 試試買票 有機會買到 但我聽過英超那些球票 是出名貴 是某些球隊 例如阿仙奴那些 甚至比欧聯更貴 他官網那裡 會有一定的價錢 但出名貴是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官方的方法未必可以 因為官方方法 首先一個會員買一張 如果你一加 譬如我們三個 下個月上去看 即要有三個會員 才有三張 相對比較難 會去一些代理網站 有個叫做Fargoogle 有個叫做Ticketball 這些網站 都是貴一些 這是方法二 第三 就是一些華人論壇 或者現場買皇帝 當然貴 三百磅左右 三百磅嗎 即是三千元一場 我客人朋友跟我說 搬來對搬來茅爾夫 那些就是二十磅 我當時去西班牙看馬替會 我坐到漂亮的位置 都是五百港元 這個節目時間差不多 最後買個廣告 如果想體驗英國的文化 我有個Facebook Page 叫做MJ移民情報 你可以先私信這個Fan 先加了 大家有興趣 就私信小弟 MJ移民情報 10月29號 多謝大家 拜拜